第九十二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中央設在你現場直擊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 好萊塢大道上面的紅毯區 我們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媒體 都盛裝打扮而且陸續的就位了 這個地方再過不久就會星光閃耀 因為電影圈的這個大咖明星 就會踏上這個紅毯 走進杜比戲院 揭曉今年奧斯卡的各項獎項得主 我們最受矚目的是 最佳影片兩大強片對決的態勢 包括戰爭片《191機》 以及南韓電影《寄生上流》 這個都是今年最佳影片護身很高的作品 那包括了入圍多項大獎的 有《小丑》、有《愛爾蘭人》 有《從前有個好萊塢》 都是各項獎項的關注焦點 那表演節目方面 今年同樣不設主持人 歌壇新秀怪奇比例 就會演唱這個007電影的最新主題曲 還有我們風靡全球的動畫電影 《冰雪局員》續集的歌曲 那這個原唱也會在這個舞台上 來演唱這個續集歌曲 那當然今年在洛杉磯當地 這個發生的不幸的 這個墜跡事件的這個 籃球明星Coby Bryant 今年也會在這個奧斯卡頒獎項上 為他舉行追思儀式 那以上是中央社記者 林永漢在這個 這個紅毯區為您做的這個現場報導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